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欢迎前来观赏良心从你我开始 我是King 良心是什么呢 每个人或许会有不同的看法 然而相同的是 良心是人类天生本有的善心 是人类辨别对错的能力 尤其近来面对疫情 良心更显重要 是防堵疫情扩散 至关重要的因素 有好的文化才有好的教育 有好的教育才有好的经济 接下来罗姐要与我们分享 她认为良心启发的根本在于家庭教育 我们来听她的分享 我是一名家庭主妇 我觉得良心的启发 这根本的做法就在于家庭教育 一个天真无邪的小baby诞生到人世间 它就像一张白纸 像一块海绵 父母亲教导她什么 她就吸收了什么 所以如果每一个做父母的 能够秉持着良心做事 捏准了心中的那一把尺 深叫 言叫 以身作则 这样子这个小孩子自然而然耳濡目染的 他就以后也会以良心 秉持着良心来做事 因为这个良心种子 已经深深植在他的心中了 这样子的话 我相信就可以达到 人人有良心 天下皆太平 人人有快乐 家家皆幸福的境界 谢谢罗姐提醒着我们 透过父母的深教研教 以身作则 将良心的种子 从小生殖于孩子的心中 就可以达到 人人有良心 天下皆太平的境界 良心源自天父 天父人权生而平等 良心也是和谐社会的自然准则 可以增进人与人相互的了解 信任与合作 接下来志雄要与我们分享的是 他和他的心邻居之间 因为沟通了解 而化解纠纷的良善故事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志雄 我是一个退休人士 我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良心 什么叫良心呢 良心我想就是良善之心 那良善之心 这是每个人 以生计来 天生就有的 只是因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他被我们各种追求啊 还有生活经验啊 所蒙蔽 然后 久了之后 你就忘记每个人 他实际上他内心里面 都会有一颗良心存在 那良心呢 如果说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都抱着良善之心 以能和平 那当然这世界就能够一切都非常的顺心顺利 我来举一下我最近所发生的一个例子 那就是退休 所以我搬到宜兰 那因为房子整修跟隔壁之间有一些冲突 因为乔打生造成他的不爽 然后说我干扰到他的睡眠 也造成他很大的困扰 然后师父也生气 我也很生气 然后有一天呢 因为他屡次百般的阻挡我们的施工 造成我们工程的落后 然后有一天我碰到他 我跟这位20岁的年轻人 就这样子聊了一下 我才知道他真的是一个很上进的年轻人 为了补贴家用 他连上两个月班 每天下午两点钟上班 早上七点钟才下班 这样的年轻人 我们应该就是要抱着要鼓励他 甚至要帮他 可是我觉得因为我的装修 也都是在正常的时间之内 所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后来跟他取得一个协调 就是他请一个年假 然后大概一个礼拜不上班 让我们把这个集中 要敲打的部分 尤其是水泥工的部分 铁工的部分 集中在那个礼拜把它做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 就因为这样子而来解决 如果按照他们当初的做法 就是说准备跟他吵 甚至大打出手 还好我当初没有这样做 所以正所谓内谋不起 外谋就不深 那我觉得说 如果说人都能够和人以心依心 然后站在对方立场去思考 很多事情自然而然就能够解决 所以所谓的公道自在人心 今天我把改 认为应该要把它改成天道自在人心 才是更正确的 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 用什么样的心意 去对待人家 人家当然很愧回来的 也都是同样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心意和态度 所以我觉得 你今天抱着一个良善的之心 去跟对方谈 你那么的有诚意 人家也能够感受到 所以我觉得说 如果说 人人有良心呢 自然家家都会太平 那当然也会更引过到 这个世界呢 根本也不会有战争 当然也就能够更加的平和 所以我觉得说 以良心去做人 以良心去处事 那当然很多事情自然会更加的顺利 平安 谢谢 这是我今天的分享 谢谢志雄 志雄认为天道自在人心 以良善的心意和态度 对待别人 反馈回来 也会是同样的心意和态度 如果人人都能如此 以良心做人做事 家家都会太平 世界也会更加平安享和 世界和平要如何做到呢 我们来听听Debbie如何回答 而且成功地说服一位老先生 欣然地参与 爱与和平世界人权宣言的联署活动 怎么做到的呀 我们来听Debbie的分享 大家好 我是一名太极门弟子 记得有一年 我的师傅洪道子博士 鼓励弟子去推动爱与和平的 世界人权宣言联署 有一天我参与了一场 在228和平公园的联署活动 当天我邀请一位路过的老先生来做联署 老先生似乎对宣言中提到的 世界和平有所质疑 他对我说 世界和平如何做到 我给你一分钟 若你能说服我 我就联署 当下我毫不迟疑 反问老先生 请问您今天跟自己和平相处了吗 您跟家人朋友和平相处了吗 接着跟他说明 其实爱与和平不是遥不可及 是因为心中有爱 所以愿意跟自己 家人朋友 即周遭的人事务和平相处 反而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人人都从自己开始和平 最后就可达到世界和平 老先生听完后 会心以笑点点头 二话不说 欣然同意联署 最近几年师父又开始 鼓励弟子去推动良心运动 其实良心跟爱与和平一样 都必须从自己开始做起 良心更有如一面镜子 提醒我 要对得起自己 同时也要对得起 天、地、公义及真理 不能为自己一己之私 而损害他人权益 我的工作是在公务机关服务 每天要面对许多的民众申请案件 尤其现在新冠疫情病毒的疫情期间 有时人心会叫浮躁 前不久遇到一位申请人 口气急躁打电话 请我帮忙 先审查他的案件 虽然当下他的口气很急躁 但我还是体谅他急需 这份文件的心情 所以在我能力所及的范围内 尽数处理了这个案件 没想到这个 没想到当申请人领到核准文件时 还特地打电话跟我道谢 其实我也只是秉持良心及同理心 依法行政做好公务本分 我相信每个人 若都能秉持良心 做好自己的本分 我们的社会、国家 一定会更加的祥和进步 同时我也感恩我的师父 总是耐心的引导弟子 秉持良心、坚持做对的事 让我更明白 身在公门好修行 我的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 您今天跟自己和平相处了吗? Debbie说到了 其实爱与和平 就从与自己和平开始 也将这份爱与和平延伸 与自己周遭的家人、朋友、事物和平相处 进而就能达到世界和平 而Debbie也分享了 身为公务人员 在这新冠病毒疫情期间 因为同理民众 急切的心情 秉持着良心与同理心 依法行政 从中体悟到 身在公门好修行的意义 关心法税改革的 珍姐 要来为我们分享 她如何发挥自己的力量 去推广良心 她也呼吁公部门的长官 要能对得起公部门的职责 我们来听珍姐的分享 大家好 我是一位平平凡凡的小人物 我最近看到好友在推行 良心日常快乐起行 我心想 我只是一个小人物 有什么力量可以去推呢 但我的好友却跟我说 这几年 我常常转化一些 有证据不骂骂 告诉他们一些官员的恶心恶传 这也是良心出发啊 对哦 当初我转化时 有写下说 今天我转化这些影片文章 是因为我希望救这些长官们 因为人世间的法则 会不会出发这些制造假案的恶观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天地间的法则 会有审判 而且历史会记录 影片也会一直流传 真不希望这些长官 倒是如何跟亲朋好友 跟晚辈说 你们都没有错 在面对天地人间 华则的时候 可以大声说 我没有制造假案 我没有错 我对得起自己良心 也希望你们这些官员 在你们的晚辈会记住你们的愿意 以你们为了 想到这些 我认为平民缓缓的小人物 也是有力量去推广良心的 所以我很高兴 我的亲朋好友 愿意录影 录影 说他们对良心的看法 我希望这支影片可以转化出去 让那些长官们知道 你们空有满沪经论 却而不懂得 为人之道 以上就是我的良心宣言 谢谢 良心天平 超越世间法则 为天地间唯一仲裁 工部门的长官 更因本着良心行政 才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曾姐同时也邀请亲朋好友 一起来共同响应 良心时代宣言 我们一起来听听 他们的良心宣言 我是个小六的学生 然后我认为的良心 是不要伤害动物 不要起良心 我是博士爱学生 然后我认为良心 是不要干扰动别人 我是上班族 我认为的良心 是看到她的 需要帮助的时候 有力帮助的人 我是一个妈妈 我觉得良心 就是对朋友有益气 我的良心 就是大家都能平安 快乐过日子 身体健康 活太平安 我叫陈胜鑫 我的职业是做塑胶机器进口 什么是良心呢 我觉得是敬天 敬地 敬祖先 爱父母 还有爱你的家庭 我想从这方面的出发 最后你很多的良心 都会从人性面显现出来 这就是我对良心的一个见解 谢谢 我是深俊玄天空的法师 良心 我认为良心这两个字的定义是 我们做人的基本道理 能够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也就是不要害人 就可以了 那至于能够行有一力 再帮助别人 那这是更好的 谢谢 听完了这些良心宣言 是否您也有所触动的呢 是农工商 人人都能做好人 从你我开始 一起将这良善之心 这份力量传递出去 期盼人人良心决心 最终能实现家家幸福 世界和平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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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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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oin 技术 转发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书记冲 转发 ethования 车irting 转发 美人皆肯unky 啊 休息休息也行 受不了幸好是难 啊 休息休息也行 受不了幸好是难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